前一天朝野協商总预算前 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特地走向主席台 对着韩院长连续三举功 而最后協商结论大破僵局 这一头总预算露出曙光 但朝野協商正常还包含国会扩权法案 25号下午三点 宪法法庭将宣判到底有没有危险 我们当然就不太敢乐观 非常非常不希望大法官跟宪法法庭 变成政治的工具 还抱着最后一点奢望 期待这个有部分的大法官可以良心发现 国会扩权法案五月在立院 酿成朝野立委重大肢体冲突 在野党以人数碾压 包含总统定期国情报告 及时寻达国会调查权听政权 官员不得描视国会罪等修法案三读通过 从行政院总统府到监察院等四机关 共同申请示线 宪法法庭七月作出暂时处分裁决 冻结相关法案 栏尾玉琦不乐观 律伟则表示尊重 传出栏尾表示一旦判全部违宪 将有新版本卷土重来 而在此之前蓝白对于修宣罢法 提高连署门槛没有放弃 本会起要拼三读 被视为瘫痪宪法法庭的宪法诉讼 法修正案 也已在蓝白联手下送出委员会开辟多方战场 贯彻赖清德的意志 要贯彻到什么程度啊 我们大家就拭目以待 再也齐声把矛头指向赖政府 宪法法庭将宣判是否违宪 受全国矚目 结果势必牵动国会下一波攻防战 三零新闻叫门闲我们学院特报道